看到三百万大家要赚这个赚多久啊 高雄市呢知名百货公司竟然发现 有三百万元的钻戒被偷走了 而且呢还是两名男子 他们假装成这个广东口音啊 到这边说要来买钻戒 当着店员的面 把这个三百万元的钻戒给偷了 陈医生名牌的两名男子 大摇大摆的走进百货公司主宝店 一坐下来就以广东口音跟店员说 要买最好的钻石 柜台小姐拿出一枚三克拉的钻戒 没想到价值三百万的大钻戒 就当着店员的面前 像变魔术般被偷走 他也觉得很奇怪 挖手的时候 挖手就挖手就挖手就挖手 挖手就挖手就挖手 他也不知道 前后翻案时间不到五分钟 店员说这简直就像是 电影神偷的情节 因为从头到尾 女店员除了对方交付定金时 电脑出状况 该以首开订单 稍微转移了视线 其他时间从头到尾 女店员一直都紧盯着钻戒 大钻戒疑似是在盖上盒盖的瞬间 被偷走 顾客说要下去换这个 要出去换这个台币的时候 我们现在这东西的时候发现到 那就马上的 就立即的追下去了 他们说是香港来的 就是要来这边吗 是有这么听说 过程中嫌犯还很技巧的 把身上的包包拿下来放在柜台上 企图遮掩监视器 角度不对 他还稍微调整了一下 就是为了挡住手部动作 摸走三百万大钻戒的两名嫌犯 年约三十岁 一高一矮 身高分别约一百六十五公分 和一百七十公分 犯案时穿着深色衣服 景气插年关将近 警方提醒珠宝店 要小心这对高矮钻石大道 中天新闻记博士报经营 高雄报道